我們來進到這個主題 就是摩克斯的部分 現在其實很多學校都有建置一個叫做虛擬攝影棚 每個學校花費的錢 有的不多 有的很多 因為你要做到即時的那種虛擬攝影棚的話 基本上都是百萬起跳的 就是光那些設備 光那些設備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摩克斯其實目前來講 在台灣或全世界大多數都是免費 大多數都是免費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 為學校馬上帶來就是利益的部分 但是對學校打知名度倒是很有用 所以為什麼每個學校現在都在主推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比較常見的 像剛好那個天下雜誌在10月份的時候 就有出一個專輯在講 所謂駭客式學習 因為我們現在學習方式已經改變了 學習現在會像這樣個人化 也就是說我們面對面的學習是一種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不會消失 就跟我們好像印刷一樣 可是量會減少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做空間這樣的移動 需要花費時間對不對 那些都要花時間 那些都是成本 所以現在的學習個人化 再來就是說 學習可能會打破我們一般所謂的科系的限制 我們現在因為大學裡面都有不同科系 所以你今天如果對其他科系 某個課程有興趣 可能有些課程老師不願意讓你修 或者是有些他有規定 你前面要修了什麼之後才可以過來上這個課 那這個對同學來講也是不方便 那所以現在跨界的 也就是說你要跨領域的學習的越來越多 只要你有興趣都可以來聽 都可以來聽 那再來就是現在非線訓的升學 有兩個地方 今年有兩個 前一段時間 一個是什麼 教育部在推高職 高職鼓勵你不要馬上就升大學 對不對 先就業嘛 就業的時候 就業可能一年或兩年之後再進來 再來是一個成大 成大最近開第一槍 可以讓校友就重新再回到學校 再繼續上所謂的輔系嘛 對不對 而且是有 重點是他有學歷證明 有學歷證明 那個是比較跟一般的推廣教育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非線性的學習 也就是說你今天學完了 我們工作一段時間 等到你覺得有需求可以隨時回去再充電 好 再學習新的東西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現在的這個 摩克斯呢 主要兩種方式 早期是叫做OCW這個 一般我們把它稱作所謂的開放式課程 這個就是像我們現在現場這樣子 後面有所謂的那個DB 那就把老師上課的過程錄下來 最有名的就是台大的 台大的這種OCW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包括一些歷史相關的課程 文學性的課程 哲學式的課程 他們會用這種方式就錄下來 但是這種方式的缺點就是 也是一樣坐在那裡而已 沒有互動 你就是影片在那裡看 那摩克斯就比較強調什麼 比較強調互動同學的互評啊 這一類的機制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稍微往下看一下 目前在台灣 其實OCW蠻多學校都有做的 蠻多學校這種開放式課程都有 所以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 等一下我們在oneone那邊 我有幫老師把那些連結都準備好 連結都準備好 不只是大學 很多一些民間團體也都會有 甚至有所謂的這一種 就是聯盟式的 聯盟式的 它就收集各大學的什麼 開放式課程把它集中在一個平台 類似像變成入口網站 好 那我們往下走 我們來看 跟摩克斯比較相關的 那麼摩克斯其實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都會接觸到 那麼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剛剛那種OCW的 他通常就是一個課程 就是可能上兩節課 兩個小時 他就錄兩個小時 那就慢慢慢慢看 雖然這樣是一種方法 可是就是要邊看邊找 比較累一點 現在的摩克斯比較強調就是 分成小單元 分成小單元 您可以用五到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把一個主題講完 但是他常常要搭配什麼 就是即時的線上討論或回饋 像我以前也有申請過線上 就是遠距教學 這個學期我有申請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有 一部分的時間 利用所謂的即時的遠距的方式 來做上課 不過說真的 其實即時遠距上課 這個 光是那個 測試一下大家設備 好不OK 然後有沒有誰在上面 就要花一點時間 會比較 不像我們實體的面對面的這樣 比較快 比較快 那摩克斯呢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他常常會需要 就是同學的彼此的 同台之間的 互相的 學習或討論 甚至是互評 互評的部分 原則上 摩克斯有沒有一定要跟我們 學校標準的18週一樣 沒有 所以你會慢慢會發現 現在有 有點類似推廣教育 有點類似推廣教育 就是說 老師覺得那個主題不錯 我就可以開 比如說五個禮拜的課 或九週的課程就好了 不用18週 不用18週 他就可以 照著那個進度開 而且 我們開課的時間 跟學校的時間 不用一模一樣 他可能 也許有的是在寒暑假開 有的可能是 比如說最近 11月份 也有一些課程 在陸續開 所以 時間上會不同 那麼 現在我們的育網 在台灣裡面 主要有三個 這種所謂的入口網站 一個叫育網 一個叫做台灣Life 一個叫做ShareCourse 這三家 他們現在有些課程 是會給予所謂的 就是 有點像空大那種感覺 就是 他會有一個真正的 就是 早一天共同測驗 共同測驗 那你有通過的 他會有所謂的學習證書 因為現在呢 有一些是屬自學的 那自學的 他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 學過這些東西 他需要一些證明 需要一些證明 那所以這些網站 就利用這個方式 搭配給他一個證書 當然這個就要 就是 考試的費用 跟那個 一些 行政的費用 好 那在台灣裡面 主要是這幾家 這幾家 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除了 那個 摩克斯的 第一個 這個是教育部的 不過 現在上面課程比較少 因為這個 只有教育部有補助的 才會在上面 所以呢 目前主要就是 浴網 這個應該是交大 還是清大 然後呢 台灣Live 跟 Share Cause 當然我們 雲家南 以中正大學為主的 也有 中正跟成功 為主的 也有個雲家南的 也有 不過 課程最多的還是以這三個為主 以這三個為主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 現在這邊 我把它切到 這裡 您可以到我們 這個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呢 我把這些 這些資源 放在 叫做大專頁上的 像這個 塔爾摩克斯就是這個 我把它開在這邊 比較好看 好 那您看 您進到這邊之後 它在這裡 就是可以自由選擇 這些類別 不過說真的 現在的話 現在 因為我發現 今年在上面的課程很少 可能因為補助都發完了吧 所以感覺起來 就是這邊沒有什麼太多課程 沒有什麼太多課程 你看電影史 會計原理 其實我們學校也有老師 已經有開摩克斯 我記得 我有看到一兩門 只是 絕大多數學校現在都不多 不多 因為老師要有醫院 對不對 但是大多數老師都 醫院沒有很高 事實上對岸也有 台灣稱作摩克斯 對岸稱作什麼 木克 都是執藝 都是執藝 只是說 名詞不一樣 但是在對岸的一個活絡度 是比台灣多很多 比台灣多很多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 都是正在開課 所以就可以點進去 那每一個的那個時間 都不會是剛好18週的 都不會是18週的 所以您只要有註冊之後 就可以直接加入 就可以直接加入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看到 就是在那個 叫做 這個 台灣摩克斯的 整合式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 浴網的部分 EVANT 現在應該是最多 EVANT Shield course 是最多的 我從這邊直接進來 它在這裡呢 您可以看到 像在這邊 最近開課的 每個禮拜 其實他們現在都很認真經營 所以像我有註冊 我有選修很多課 那每個禮拜 我都會收到 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收到他們 新開課的通知 我就會看到很多 新的課程 所以其實我會 比較鼓勵老師 即使您還沒有打算 要錄所謂的摩克斯 但是自己學習也可以開始 對不對 因為這也是很好的 線上學習資源 尤其又沒有語言的隔閡 那剛好 我們又可以看看 別人怎麼上課 別人怎麼經營 等一下我會把那個 我最近大概一年左右 就是參加這些摩克斯的一些 他們看到的經營的方式 我會稍微跟老師 稍微分享一下 您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看 跟食安有關的 這邊 就很開始 你看它的時間 有沒有發現 10月3號到12月4號 兩個月就結束了 八週課程而已 所以老師可以找您覺得說 其實有點類似推廣教育那種感覺 就是可能 課程名稱比較會吸引人 但是時間又不一定要太長的 那利用這個方式去選修 然後讓同學去選修的話 其實成功率通常比較高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摩克斯 您覺得有認真學習的同學 佔的比例大概多少 一般我看到的統計 通常會就是完整學習完 因為他還是有測驗或交作業 會有完整學習完 大概不到百分之二 甚至如果人數比較多 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大 因為有些課程也許幾百人 甚至上千人 也有上萬人的 國外也有上萬人的 那這種就是 時間上的話就 有的都是加進去好玩而已 但是沒有認真學習 反正當掉就當掉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這裡啊 我們的主題叫做 開放課程自主學習 反正上課不點名 對不對 沒教授也不會被當 但是重點在說 這個是等於是 等於是自我學習的部分 自我學習又可以增長知識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真的慢慢 課程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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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